今天呢,主要就跟大家说一下 桃树下级修剪呢,并不是疏除 大多数都是短节为主 短节的长度呢,要根据枝条的粗度 强望枝你就留长点 但必须把下面两个一柄掐了它 如果你不掐掉,它还是在顶端生长出两个枝条 桃树都有顶端优势 不光说咱们树顶端茂条 或者树两侧牵着枝上茂条 其实呢,每一个枝条顶端 它都有顶端优势 树有树的顶端优势 枝条有枝条的顶端优势 甚至哪个叶片着光好 你去看吧,它就干活多 顶端优势的存在呢 其实就是养分流动比较快的地方 再个就是着光性比较好的地方 所以咱们在修剪的时候 没事了,不要去疏除 除非就是被上了 咱们挺多的那种,就是开心桃树 被上,谋的太多了 我用不了那么多 你可以适当的皮掉几个 上两期视频咱们也说了 皮掉的位置呢,它不再生枝了 如果你剪掉的位置呢,它有引牙 再一个呢,咱们成龄封产树 或者是说攀桃,容易榨核的品种 还是建议大家把它短节 不要疏除 因为你短节,它还会在这儿跑水 跑营养 对于树体的营养流动来说 影响力不是很大 如果你直接输除了它 它那营养跑哪呢 不长桃就长条 你把条去了,桃就催榨核了 桃呢,也会催得自口了 大家呢,一定要考虑到这个关系 现在树体养分流动是最大的时候 等到了六月下旬 我七月份开始花园分化的时候 这个枝条自然也就长得慢了 还在硬核期 都这么大了,还没梳馆呢 我又来颠覆大家思想了 看我视频比较多的朋友都知道 咱们这个号是怎么做起来的 就考的就是修剪 下剪什么时间最合适呢 桃子到了硬核期 在个叶甲必须有牙子了再剪 最近看到这个全网说下剪的 说实话,没有一个中意的 今天我就又来颠覆大家思想了 下剪的时间段呢 你等桃子到了这个硬核期 攀桃子不再自口了 原桃子不再榨核了 当然攀桃子也有榨核的 过来这个阶段 你再下剪 下剪的目的是什么呢 有些人呢 他就把这个树上的枝条 直接清除了 这是不行的 咱们可能会感觉到 现有的这个枝条挺好的 你把一些大枝条给剪了 剩下这小枝条 一个是刺牙子 再一个就是 它可能长得会更粗壮 不适合作为明年的预备结果枝 这是很关键的 有些人就像这种强望枝 它就直接输出了 就感觉上下有枝条 然后它就直接输出了 其实这样是错误的 桃树每一次的修剪 每一次的树果 都会带动整体树的养分流动 影响整体树养分流动 所以你如果 去了这个大的 自然而然的周边 这些小的 它就会转位撞枝 撞条子 怎么剪呢 留牙修剪 叶子夹里面有了牙子以后 才能剪 这些强望枝呢 咱们顺剪的时候就把这些叶片 前端叶片剪掉它 必须要留下这个 叶饼 包括这些 弱一点的 咱们就少留 壮一点的 咱们就多留 就这样 剪完了它 就不要管它了 过几天呢 它会刺牙子 这个牙子长出来以后 新勺20公分 然后咱们可以清控 如果三年盛的树 或比较强望的树就清控 如果像我们家这种 挂果率比较高 然后一层一层 桃子的这种呢 咱们就不需要 去给它划控 来长出来的这些枝条呢 注定有强望的 有弱的 枝与枝之间的影响 关系 一定要想到 如果你全处取出了它 你根本就没有想到 枝与枝之间的影响 包括树与树之间 也有影响 咱们树密了 它自然的这个光照呢 它是比较均红的 如果要是三乘四 就种一颗主干 它会刺些 帽条很多的 因为它光照比较好 像这种中庸之条 留两个牙子 两个牙子 就是一颗夹必须有牙子 以后再剪 千万不要剪早了 剪早了 如果一颗夹还没出牙子 然后你把它剪了 不管是多粗的 这个地方可能不会再出牙子 可能不会再出牙子 形成这么一段的盲截 所以一颗夹有牙了 再去剪 剪的时候呢 一定要做好 每一个枝条去剪 不要没事把它这个清除了 或者把这个清除了 你感觉它比较粗壮 你清除了它 剩下这一个 它会穿的比较厉害 因为它这个位置的养分流动 是比较大的 你看到这是咱们冬季修剪的时候 剪掉的一个牙子 自然而然的 它跑水位置比较大 你给它剪剩下这一个 等到秋天 这一个又变成两个小扫把 你如果是有枝与枝之间的影响 它是不会变成小扫把的 枝与枝之间的影响呢 也会促进化一分化 也会减少这个强旺枝的发生 包括这个 这个比较强旺 咱们就叶子夹有牙了以后 牙子 叶子夹有这种牙子以后 才能去剪 强旺枝呢 你就多留两个牙子 分散营养 夏季修剪呢 就是为了分散营养 削弱树式 这些枝条呢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是比较细着的 这个细长细长的 这样呢 可以作为明年的预备结果枝 但你如果要把强旺枝全剪了 留下它 这一个就变成粗状了 这剪的时候呢 一定要适当的去剪 今后呢 这个位置会发出很多的心烧 这些心烧呢 有壮的 有弱的 你既是不画空 它就是有壮的 有弱的 壮的 影响弱的 花椰分化 等秋天 秋剪 或者冬季修剪 咱们把壮的剪了 剩下这弱的 就是明年的结果枝 就像这些一样 这些结果枝 这个位置 很明显 这就是咱们去年 夏季以后 长出两个 侧生枝 然后来结果子 整体树做果率比较高 然后呢 萌芽比较少 或者是说 长的这种中庸之条 咱们就不需要再剪了 因为你剪了以后呢 它没有那么多的营养 再供给它 再生枝 再生芽子 所以像这种呢 咱们就不剪了 包括这种 也可以不剪 就是成龙风产树呢 夏季修剪的工作呢 比较少 就是树树果 把部分的这个背上枝 墙往枝 好歹树一下 一棵树上呢 剪不下什么枝条来 长桃的位置 就长桃 那一趟呢 让它冒条 以后呢 咱们都让它外围结果 那一趟培养 然后这不是 这些地方也是 这是长桃的位置 直接在树上 着生了侧生枝 如果化空以后 整体树上 根本就无法再 蒙发侧生枝 包括这个 这个呢 是一个墙往枝 咱们把它剪掉了 它冒的是条 这就是能带动 树体养分流动的 一些条子 这个位置也是 冒出来的条 这都是在主干上 蒙发的一些 新生枝条 桃子在外 条在里 这样啊 它不会影响 那个结果枝条 综粗的 结果枝条呢 它以后综粗的 几率就不大了 大家可以想一下 桃在外边 结果这条在外边 然后条在里边 这个长条的位置 在里边呢 它可能长粗 但是条外边 是不会长粗了 因为它这个生长 位置是不一样的 上面也是 长桃的 就是长桃 猫条的 就让它猫条 带动这个树的 养分流动 树更年轻 桃子结得更好 树也长好了 桃也长好了 咱们呢 也省工了 也省事了 大家观看视频的时候 可以认真的 观看一下 我们家这个树 长条的 就让它长条 长桃的 就让它长桃 营养生长 和生殖生长 如果能在树上 给它区分开以后 这个树也壮 然后果子也好 这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大家的树下检了吗 如果下检有什么问题呢 在评论区留言 谢谢大家观看视频 想了解更多东西 支持 关注我 关注红酒果园 大家记得 看完视频 点赞 强烈推荐 咱们现在呢 去果袋厂 看着他们 加工果袋 感谢观看